清水无忧 皆因随性 落叶无憾 皆因星空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新的修行 心不静则意乱 意乱则神迷 林青玄年轻的时候因为失恋而痛苦不堪 寝食难安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于是他去问禅师 禅师告诉他人是需要修炼的 林青玄问那如何修炼呢 禅师说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 同样是吃饭睡觉 凡人吃饭 左顾右盼 扎嘴扎舌 睡觉时思虑万千 颠倒日夜修行之人 吃饭就吃饭 睡觉就睡觉 别无他念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心 心静了就没有什么可以迷惑我们的了 所谓修行 修的就是一颗心 一颗淡然处世不卑不喜的心 心平静了 才能做到有事心不乱 无事心不空